大家好,歡迎大家收看PARKLAND的節目 私心推介 在看影片之前邀請大家Like、Share和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 在大家面前就是Kawaii在2022年8月份推出的全新Model ES120數碼鋼琴 事不宜遲,我會為大家開箱介紹這一部鋼琴 這部ES120的數碼鋼琴已經組好了 Kawaii ES120其實就是ES110的進階版 ES系列一直都是屬於高性價比的數碼鋼琴 這一代除了沿用Kawaii ES110的RHC鍵盤之外 它還會進階改良了鍵盤 令它更像三角琴的觸感 令演奏者彈它的時候感覺好像在彈三角琴一樣 聲音亦都會比上一代更加有進步 如果你是喜歡真實鋼琴的音色和聲音的話 相信這一部的數碼鋼琴都絕對適合你 說多無謂,今天我都邀請了老死 上來試一試這部Kawaii ES120 是不是真的這麼棒? 我都邀請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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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大家聽完剛才我老死彈,大家覺得怎樣呢? 我就覺得超棒,他都告訴我手感和音色都是非常之不錯 這部ES120有25種音色和100種鼓鼻可以使用 除此外,他亦有一般的功能,例如錄音,轉key,聲降key,拍子機等等 另外,ES120亦有專用的apps可以支援學習 確保你在練習或演習過程中有更多支援 外觀上,這款ES120有三種顏色可以選擇 包括白色,第二就是黑色,第三就是淺灰色 今次的C音對戒評分,我會給這一部滿分 因為為什麼呢? 手感和音色上很好之外 其實大家可能留意到的就是按鍵音是極之小 在演奏的過程中,就不會有按鍵音影響音色 除此外,外觀又非常漂亮,價錢又非常之划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少錢的話 歡迎大家按進下面的連結 了解多一點關於這部琴的資料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,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Like和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們這條頻道 還有如果有問題的話,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今天的思心世界來到這裡,拜拜!